今天向我们求助的是一位叫做刘霞的女士 她告诉我们 她的女儿因为不喜欢她的男朋友 现在离家出走了 而她的男朋友呢 现在又要跟她提出分手 到底刘霞和她的男友以及女儿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做的外畅调解 接到刘女士的求助电话后 记者来到了刘女士的家 一见到记者 刘霞便急忙地向记者出示了一张 女儿徐青出走时 刘霞的字条 你看 刘霞你看 刘霞就留着一张字条 这张字条上只有一句简单的话语 这个家有她就没有我 本来女儿的出走就已经让刘女士焦头烂额了 没想到女儿徐青离家后不久 男友便向刘霞提出了分手 这更是在本就焦灼不已的刘女士心里 再添了一把火 你看 这是张先生给我发的信息 孩子不接纳我们 我们还是结束吧 随起刘霞当着记者的面 拨通了女儿徐青的电话 每次打都这样 几次我了 就是她挂掉了是吧 她不接 她这个就是那种情况 女儿离家男友消失 这样的状况让刘霞有些措手不及 焦急万分的刘霞 现在一心只想尽快找回自己的女儿 于是记者和刘霞来到了许青所就读的学校 试图向同学了解更多关于许青的情况 是那个许青同学是吧 是的 是这样 那个许青这学就回来上过课吗 她是一个集团上来上课的 上来上课 那她回宿舍住吗 没有 没有回宿舍住 对啊 前几天我们也给她打过电话问她 为什么没回来 她说家里有点事请假了 真的吗 不会吧 她跟你那么好同学 对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偶尔发发信息 对吗 那她平常有什么想去玩的地方 就是会在哪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不会啊 她平常很少出去的 一般都是不上课的时候都在宿舍里 心急如焚的刘霞 在亲戚朋友家都遍寻不着女儿的身影 现在也没能从同学的口中 得到任何关于徐青下落的消息 刘霞说 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 可能会一时想不开 做出无可挽回的傻事 那么 女儿徐青为何如此决然出走 男友的离开 又是否正如短信所说的 那样简单 这两者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联系呢 我们能够帮助刘霞 找到失踪已久的女儿吗 这对母女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刘霞也资源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就有请刘女士上场 有请 你好 刘女士 首先我们要问问您 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又问你儿子回家 我怎么找我都不回来 没有办法 我想请我帮个忙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也看到 女儿似乎是因为不喜欢您的男朋友 所以才要离家出走是吗 是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女儿说回来过生日 我现在我就做了好多菜 这个时候吧 完了我女儿回来 她看着这些菜特别高兴 我就跟她说 我这是小青 一会儿那个一个叔叔也要来 给妈过生日 我女儿就愣了 什么叔叔 完了这个时候 她叔叔就进来了 看着也在桌上 女儿就不高兴 不高兴完了那个 在桌上生气 生气了 完了那个 我就问我女儿 完了我就跟她说 咱们吃饭吧 她说 吃什么饭呢 吃饭 这是谁呀 想说这是谁呀 我说这是那个 妈妹告诉你 说那个 就是 妈新找了一个朋友 就是那个 挺好的 我今天过生日 她也想给妈过生日 然后就来了 我女儿就激眼了 激眼了 桌子也掀了 妈也摔了 立下就出走了 女儿走了 现在已经有 三个多星期了 是吗 是 把电话都不接 偶尔街回吧 就跟我说 不用管我 我就不回去 了吗 我跟她說 我还以为我 解决 我还会 我还会